各位弟兄姐妹们,主礼平安 我们要平安度过一个星期 今天我们又来到主的庚前 来唱诗赵美,敬拜我们的神 这时候我们奉耶稣的名聚会开始 我们来宣告神的话 诗篇145篇10到21节 诗篇145,10到21节 神的话如此说 耶和华,你一切手造的都要称谢你 你的圣名也要称颂你 传授你国的荣耀 谈论你的大能 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为 并离国度威远的荣耀 你的国是永远的国 你自掌的权柄成道万代 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扶持 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 万民都居目仰望你 你随时给他们食物 你张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保住 耶和华在他一切手心的 无不公欲 在他一切手做的都有慈爱 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 耶和华必与他们相近 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 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 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 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 我的口要说诈美也好的话 唯愿凡有学气的都永远 永远称颂他的圣名 阿们 我们同心祷告 亲爱的天父 是的 你就是要我们敬畏爱你的心血 当然求祝你帮助我们 虽然在这疫情的当中 主啊 我们都需要你来不断光照 苏醒 让我们的心是永远 永远在你面前 来敬拜你 主啊,让我们的心不至于人当 因为在这困境难处之中 我们也看到神也奇妙的双手 在当中引导我们 主啊,谢谢你的大爱 谢谢你的怜悯 让我们能够有生命气息 活在世上 这都是你的美德 主啊,你的大爱 主啊,求祝你也帮助今天 主啊,求祝你也帮助今天 主如崇拜 从头到末 你掌存在当中 主啊,若我们有在你面前 有任何软弱亏欠的地方 用你的宝血来洁净 塗抹我们一切过放 主啊,求祝你圣灵大大运行在我们当中 主啊,你也借助你的使女 做苏贞姐妹的口 来传递你的话 主啊,你给她有刚强壮胆的心 主啊,你圣灵充满她 摁高她的口 把你的话一一的讲明 让我们有而的要彻而听你的话 把你的话听进去 藏在心里 免得我们得罪了你 因为你的话是大有能力 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因为你本质是光 主啊,当然求祝你 引领我们一下时间 好,让我们能够诚心诚意 在你面前来敬拜你 一切荣耀归给你 祷告来奉为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平安,好不好 我们一起起立来敬畏赞我们的神 我们要赞美叶华 Amen 我们一起拍一首葬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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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我们要赞美耶和华 来高山华夫赞美他 我们要鼓声弹琴赞美他 我们来启鼓教舞赞美他 我们要识学业气赞美他 朋友信息都要来赞美他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他里神说赞美他 哈利路亚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在他的城堂赞美他 要迎着他的大能赞美他 要迎着他的荣耀赞美他 要迎着他的出来赞美他 放眼气息都要来赞美他 要迎着他的大能赞美他 要迎着他的荣耀赞美他 放眼气息都要来赞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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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路亚 是他的荣耀赞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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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的荣耀愛 I will be still and know your heart 希望你安心在基督里 你的能使我安若心高 淡淡海凡腾我操受涌 我与你暂时把佛伤口 我与你人中我彩虹水头 我要安静 堅定是神 When the oceans rise and down the shore I will still be filled above the snow Father you are king over the cloud I will miss you and know you are gone When the oceans rise and down the shore I will still be filled above the storm Father you are king over the cloud I will be still and know you are gone I will be still and know you are gone 弟兄姐妹们,这时候我们预备我们的心,还有饼跟杯,来纪念感恩主耶稣基督救赎的大爱。 他舍身流血,为了赦明我们的罪,所以我们要真实悔罪,改过之心,真行他的道。 我们看一处经文在哥鲁西书二章六到八节。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真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 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 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语。 不照做基督,来造人间的渔床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 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三二十六节。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页。 拿起饼来,注谢了,就掰开。 耶稣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看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流的心悦。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时,只等到他来。 阿们。 我们同行祷告。 亲爱的天父,你的爱是何等残酷高升。 你不情意发怒满有恩典的神。 因旧你的大爱,我们得赦免救赎。 主啊,这都是在你的恩典之中,我们只有白白的领受神里的爱。 当然求主你帮助我们,在我们领受这个饼跟杯,我们体会神,你是何等慈爱的救主。 为了我们世人的罪,你愿意背起我们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舍身流血的,来赦兔的罪,来赦兔的罪。 主啊,我们只有献上感恩,当然求主你帮助给我们, 懂得来纪念感恩,神你的大爱。 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智,能够立定心智,在神面前,一生跟随你的脚步,也不离开你。 一生的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感谢,仰望,祷告,来奉为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母,我们感谢你。 我们今天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因为你的恩典造成的。 所以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想到你所赐予我们的恩典,我们就满心感谢仰美你。 但愿主啊,你一生借助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也一生顺服你,跟随你的脚步一直到见你的面。 我们把今天早上这段聚会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不管是讲的,听的,都能在同感一灵的里头,来灵受你真理的话语。 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荣耀堂的家人,大家早上平安。 特别问候批方传道,你夫妻长老夫妇,各位家会执事及众地生姐妹,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过去几个月,春秋龙在新型冠状病毒的阴霾下,为了控制疫情的扩展,许多国家的政府都采取严厉措施,甚至进行封国与封城。 尝试遏遏制病毒的传播,导致超过20多亿人口需进行居家隔离。 学校停课,许多企业和生产受到影响。 疫情暴露人的有限,软弱,自以为是和自私,凸显种族病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产生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未来几个月里,全球经济将会面对兼聚而延聚的考验。 它将带来不安、未知、迷茫和恐惧。 在这一切的冲击下,教会也无法幸免。 由于各地政府、行政机关的措施规定, 教会一般的恒常聚会和活动需暂停。 大部分教会的主族学暂停了, 查经班也暂停了, 祷告会也被迫取消, 探访的工作也受影响。 成为教会牧者、教会领袖及信徒的我们, 应该如何靠着主的智慧及他赤下的策略去应对呢? 此时此刻, 教会将如何去关心弟兄姐妹属灵的状况, 及他们生活上的需要呢? 这次疫情的扩散, 也迫使许多人从事 死亡的事迹性和人生的意义。 其中一个美国富豪Stick Jobs, 病人躺在床上回忆起一生时这样说, 我意识到所有人的认可和我非常自豪的财富, 在即将到来的死亡面前变得苍白, 变得毫无意义。 这句话令我想起路加福音十二章经文这么说, 耶稣就愿比喻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填厂丰盛, 自己心里思想说, 我的出场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又说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寄存, 可做多年的费愿, 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 弟兄姐妹, 大家面对生活, 工作和社交环境的个礼措施, 每天各式媒体播放本地和国际确诊感染案例与死亡人数的攀生, 让信徒们不得不思考人生中最宝贵和最重要的是什么。 弟兄姐妹, 这次的疫情发生, 是否带给我们一些生活上, 灵性上的反思? 到底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什么? 什么东西是暂时的? 又有什么是可以带入永恒, 被主所纪念的。 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马可福音14章3-9节中一个女人, 她在主耶稣身上做了一件美事, 以致主耶稣说, 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可见她所做的实在令主心得满足。 今天同样的主说, 无论何人, 因为门徒的名字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现在我们一起来读马可福音14章3-7节, 耶稣在伯特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作息的时候, 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瓶极贵的珍拿大香膏来, 打破一瓶, 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有几个人心里很不喜悦说, 何愿这样荒废香膏呢? 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中继穿人, 他们就像那女人生气。 耶稣说, 由她吧, 为什么难为她呢? 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因为残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要向他们行上随时都可以, 只是你们不残有我。 她所做的是尽她所能的, 她是为我安葬的事, 把香膏预先交在我身上。 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着福音, 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一月前, 耶稣带着门徒们在佛大里长大毛疯的西门家里作息, 马大事后, 有从十里复活的拉撒路同行。 这时玛利亚拿着一玉瓶贵重的灯, 针拿打香膏来, 打破玉瓶, 把膏交在耶稣的头上。 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 那将要出卖耶稣的犹大, 看见了就说, 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多两银子周记穷人呢? 其实他说这话不是挂念穷人。 所以耶稣说, 由他爸为什么难为他呢?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是尽他所能的, 他是为我安占的事, 把香膏预先交在我身上。 耶稣的门徒尤大在这件事上所看见的, 他不是看见穷人, 也不是看见香膏, 而是三十两银子。 他是以银钱股价一切, 怪不得他灵性低落, 能格贬值, 以致为魔鬼所称, 出卖自己的恩主。 玛利亚不看当时的环境, 也不顾别人的责难, 单单注视那位即将替他受死, 在十字架上神的高原。 那位无罪的、柔和的、 谦卑的、良善的神的儿子, 耶稣是他心里最可敬的, 最可爱的。 他配得这一切。 所以玛利亚他将他所有所能的为主摆上了。 弟兄姐妹, 但愿神开我们的心眼, 将我们每天所看见的不是这世上的银钱, 名利地位, 而是那位可爱的主耶稣。 真拿达香膏, 是从一种东印度西有植物的根茎提炼出来, 的芬芳由高。 主要生产在西马拉雅山脉或印度地区, 因此价格昂贵。 瓶子是永丰的, 打破瓶颈之后便不能恢复原状, 也不能再做同样的用途。 犹太人和罗马人, 妄于愿这种香膏涂抹尸体防止浮臭, 也会愿他高末来返的贵客的头。 犹太人为母者, 只要有力量做得到, 大多位出嫁的女儿预备这种真拿达香膏一瓶或多瓶, 等到女儿出嫁前夕, 便将一瓶香膏送给出嫁的女儿, 让她带回丈夫家中。 第二天打破一瓶, 将香膏胜在另一器皿中。 新婚夫妇共享香膏, 愿以疏同。 30粮银子为当时的300个银盐, 等于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 可见其珍贵。 今天我们要再重温玛利亚爱主的事迹, 他爱主是值得我们效仿, 是一件美事。 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都有记载这件事, 但只有约翰特别提名是玛利亚。 从玛利亚相膏默主的故事, 我们特别来思想三点。 玛利亚对主无上的爱, 第一点是动机之美, 第二就是坦然无惧的爱, 第三是善愿机会的爱。 第一点动机之美, 玛利亚的动机完全是爱, 对主纯真的爱。 如果没有爱, 他的奉献就是虚伪的, 他的行动就毫无意义。 格林多前书有句话说, 我若将所有的洲际穷人, 又舍己身叫人粉烧, 却没有爱, 仍然与我无意。 玛利亚为了爱主而自动献上香膏, 如果是宴会的主人西门提议, 要他把香膏带来增加热闹的气氛, 那意义就完全不同了。 弟兄姐妹, 今早我们在主面前重新问, 我们爱主有多少?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愿意为主摆上吗? 为主摆上时间, 为主摆上金钱, 才干生命。 我们来教会在斯邦唱诗 或其他世上服侍主, 是不是单位乐爱他的拥护, 甘心乐意付出呢? 爱是没有预算, 没有逻辑, 玛利亚的心思 是完全在主的身上, 没有顾忌别人的想法。 门徒听不明白主多次说, 他将被害的话, 玛利亚却愿爱的耳朵, 安静的心灵听懂了。 因此先愿香膏来安慰体恤主。 假许他怕这个误会, 那个批评, 分析这样做是否有意义, 有价值, 那他就永远不会做了。 玛利亚也没有事前跟姐姐商量, 跟主人西门打个招呼, 事后也不解释, 只是静静地用行动表示他爱主的心。 犹大恰恰相反, 讲而不做。 犹大卖主前, 也曾与主请安, 与主亲嘴。 外表好像很爱主, 但实在是口蜜复健, 笑里长刀。 这正是马可福音七章六节记载, 这百姓愿嘴唇敬畏我, 心却远离我。 以西节三十三章三十一节也记载这一句话, 他们的口多显爱情, 心却追随财力。 主在这里责备犹大, 而替静默的玛利亚说话, 爱主的人, 主是知道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爱主有多深呢? 我们不要看人家奉献多少, 也不要与别人比较, 只要眼目定睛看主, 这是我们与主的关系。 但愿主的爱今早再一次的激励我们。 主是我们奉献唯一的动机, 无论做什么, 都是为荣耀主的名而做。 第二点, 我们提到, 玛利亚她倘若无惧的爱。 当玛利亚用香膏莫主时, 犹大及其他的门徒非常的不门, 诸多批评。 今天在教会里也有很多人不肯做工, 又不爱主。 但当他们看见别人日心侍奉主, 他们便不喜欢, 且批评嫉妒, 甚至多方的拦阻。 我们应该向法玛利亚侍奉主的态度, 硬做的要及时地去做。 不怕环境, 更不怕人的势力。 马可福音14章8节, 主耶稣说了一句话, 他说, 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 有什么话比这句话更得安慰呢? 主耶稣要看我们侍奉的心。 寡妇的两个铜钱, 比财主所献的更为有价值。 因为这是他愿意养生的。 我们爱主应该毫无保留正如主所吩咐的。 你要尽心尽信尽义, 尽力爱主你的事。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对主都能有像玛利亚这样, 毫无保留的爱。 第三点, 玛利亚上院机会。 当门徒批评玛利亚时, 主为他病户, 主说, 他是为我安葬的事, 把香膏预先交在我身上。 尼哥迪姆在主死后, 才为主预备香料。 大玛利亚能够把握机会, 他所做的比尼哥迪姆所做的更值得称赞。 如果我们一有圣灵的感动, 就应该把握机会, 因为机会是很容易失去的。 马太福音记载主在这件事前程说过, 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预约节, 人子将要被交与人钉在十字架上。 玛利亚用爱心也用信心听见了。 于是在主送难以前, 将香膏交在他头上。 他的行动告诉主, 虽然众人把你当罪犯, 你却是我的主, 我的王, 我一生的最爱。 主的心何其受感动。 因此他告诉大家, 他将这香膏交在我身上, 是为我安赞做的。 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高主是要及时而做的。 等到主复活以后, 就是想高主也来不及。 像那几位妇女, 如莫达拉的玛利亚, 雅各的母亲玛利亚和撒罗米 也埋了香膏, 要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晨 去高耶稣的身体。 但可惜太迟了, 耶稣已经复活了, 不需要香膏。 今天就是我们应当奉献给主的时候, 不要再犹豫了, 恐怕来不及。 等到我们去见主了, 要来为主做工, 为主摆上, 已经来不及。 但愿我们都能称这还有今天, 再一次的将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愿, 爱主, 侍奉主, 顺服主。 斯达德, 十九世纪末期的一位孙教士, 他就读倩桥大学, 有富裕而温暖的家庭。 本来可以做律师, 但他听了神的护照, 不顾来自世上最亲爱的人的反对, 决心去冲中国传福音, 就成为传道史上有名的剑桥气节。 他在中国华北工作了十年, 他的恋爱, 他的结婚, 是在中国的江西省, 他的四个女儿都是在中国出生的。 他父亲死后, 他所承受的财产, 两万九千英镑, 是在中国献出归神使愿的。 五十岁的时候, 他孤身出发到非洲中部, 做开荒的工作。 二十年后, 到他回到天上向主招战的时候, 才放下非洲的工作。 他在非洲中心有数以十纪的福音工作站, 和百人教室, 以及千纪的黑人基督徒, 和以百纪的黑人传教室。 在斯达德传记里, 首页刊登这两张照片。 一张是他在英国时所住的, 好像皇宫一般的房子。 一张是他在非洲做传教室时, 所住的茅草屋。 这两张相片并看在一起, 还写了一行字。 他看为基督受的领路, 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 他的左右名是, 如果耶稣基督是神, 而且为我而死, 那么就没有任何为他做的牺牲, 算是太大的。 施达德和佟玛利亚一样, 为基督做了一件美事。 弟兄姐妹, 我们是否也有同样的性质? 疫情的爆发, 产生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这几个月里, 全球经济将会面对 艰巨而严峻的考验。 目前许多人 被逼拿五星假期。 有的弟兄或姐妹在 失业的潢流中。 这将使他们面对 许多的不安、 无知、迷茫和恐惧。 基督徒在这段时间里, 有否在灵里 被圣灵感动, 去为主摆上, 做成主公呢? 我最近听到几个见证, 我在这里 也跟大家来分享。 有一位 中国温州的一个弟兄 受圣灵的感动, 奉献了一亿 一亿 帮助在贫困国家 社交的工作。 一位姐妹也受圣灵感动, 在疫情间 拿出一百万 帮助在疫情中 受影响的 基督徒三人。 有一帮的弟兄姐妹 她们也受圣灵的感动, 就在疫情这段时间, 出钱出力, 来帮助缅甸的 一帮的弟兄姐妹们。 她们在疫情中不能工作, 所以面对经济 的压力 和缺乏。 这一帮的弟兄姐妹, 她们就一起努力地 来帮助这一帮的缅甸的弟兄姐妹们 渡过这个难关。 还有另外一帮的弟兄姐妹, 她们就成队 来帮助这个印尼的 弟兄姐妹 在这疫情 这一段时间的里头 来帮助她们度过 她们生活上 许许多多的需要。 约翰·卫斯里曾经说过一句话, 能把握现在 努力以赴 就是一大成就。 剑桥区姐也曾经 说了一句非常感动人的话, 他说除非你完全顺服于神, 你不能知道祂的心意。 一旦你降服, 祂就会告诉你, 要你做什么。 所以但愿主耶稣的灵今早也感动我们, 在这段疫情期间, 也起来与圣灵同工。 个人不要当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其他弟兄姐妹的事。 所以,荣耀堂的弟兄姐妹, 大家一起起来吧! 为主把一杯凉水 给弟兄姐妹里的一个喝。 主说 这人不能不得赏赐。 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 这时候我们来领受神的祝福。 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有们众弟兄姐妹们同在, 从今时至到永远。 阿们。 平安。 平安。